Hello 大家下午好 我是TCUP 欢迎收看我的Facebook Live还有YouTube影片 这个影片会跟大家来谈一谈两家科技公司 Gentech还有MPI 在昨天8月29号所出炉的最新业绩 开始之前要做一个声明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内容和资料提供参考还有交易用途 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请大家买卖支付 任何风险及亏损 本人一概不负责 Gentech在昨天出炉的这个业绩是它的2023财政年Q1的业绩 那么这个业绩的营业额和盈利都是历史新高 73个million 盈利18.49个million 稍微比前两个季度的18.3个million 高出了0.2个million 所以这个营业额和盈利都是一个历史新高的 那么它的营业额 YOY是成长81.8% QOQ是成长24.7% 盈利YOY成长126.7% 然后QOQ是成长35.7% 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Gentech 的外汇盈利 所以Gentech这个季度其实有 4.99个million的 外汇盈利在里面 所以它跟很多的科技公司一样 都是有一个很高额的 这一个forex gain 但是Gentech在过去的四个季度是没有forex gain 甚至在Q2的时候 是有小小的forex loss 所以我们排除掉这个外汇盈利 Forex gain的话 那么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for它的最新的季度 是13.5个million 所以如果我们 排除这个外汇盈利 把前面季度的 这个 外汇盈利也排除的话 那么在前两个季度它的 历史新高了这个 盈利 和营业额 在这个季度来 其实它的price gain是有67000 所以even你排除的话 它都是它有18个million的net profit 所以 这个季度 我们排除掉的话 就只剩下13.5个million 所以QOQ呢 它盈利 只成长4.2个percent Gentech在最新的季度 它营业了forex高 主要是因为 销售量成长 它纯粹就只是在季报里面 讲它的seals增加 然后 没有给更多的 这一个 comment 所以 这个季度它的开销 其实是增加 operating cost 是增加的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gross profit margin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都是30%以上 甚至 一度有去到40个percent 但是最新的季度就跌到30%以下 只有29.36个percent 那么撇开这个外汇盈利的话 这季的这一个net profit net profit margin 是只有18.4个percent 是只有18.4个percent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13.5 用13.5 M来除以它的营业的话 最新的季度 它的adjusted net margin 是只有 18.4个percent 而在值钱 都是有20%以上 所以在 展望方面 管理层次预计 这个EV 还有这个 Storage battery 的业务 是会继续成长 然后也收到这个 强劲的订单 那么 Gintech 独特的这个技术 使公司可以在这个 EV 还有EV电池 这个领域 获得更多的这个market share 那么管理层有信心 在 2023 这年 未来的这三个季度 继续交出 Solid Earnings 也就是稳定的 这一个盈利 那么 现在来讲一讲 Gintech的这个财务 OK Gintech的net 是一家net debt的公司 那么它在去年这个季度 它其实是net cash OK 所以这个表是一个net debt的 图表 所以 negative的话 其实它是net cash的 OK 这边是net cash的 net cash 10.8个million 然后在Q2呢 它就转为 净债务的公司 26.6个million 然后它的债务就一直成长 然后它的竞债务水平呢 就在上个季度去到 66.2个million 那么这个季度呢 是稍微跌了一点点 还是一个竞债务61million的 公司 所以它的竞债务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多 那么我就做一些 计算 OK 挖了一下它的这个数据 发现它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 Trade Receiverables 这边可以看到啊 它的Trade Receiverables 在去年统计 是只有 49.9个million 然后 Q2呢 直接暴涨50个million 然后在Q3呢 继续暴涨 接近也是接近50个million 然后一直成长到 最新这个季度 173.9 也就是接近 174million的 Trade Receiverables 所以这个Trade Receiverables呢 是公司要跟 客户收的钱 但是还没有收 所以最新这个季度啊 接近174million的这一个 应收款项 已经是它最新这个季度营业额 70多个million 的 2.4倍了 也就是说 它已经有 两个季度多的 这个营业额 是还没有收回钱的 所以这一个 Trade Receiverables呢 这个问题是还蛮严重的 所以在季度报告里面呢 它是没有去 跟你交代Trade Receiverables的详情 所以我就找了它 2022财政年的 Annual Report 因为它 2022财政年才刚刚结束 所以它的Annual Report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资讯 所以这边呢 是截至 2022 Q4 OK就是这个154个million 154个million的 Trade Receiverables 所以在这个100 接近155million的 印收款项里面啊 有99个million呢 是已经 过期 超过30天了 OK就是 接近三分之二 150 million里面 接近100个million的 这个印收款项 是已经 过期了 100个million 也就是说它的客户呢 Suppose要给 要给钱 但是 已经过期了 超过30天 还没有给钱 OK然后剩下了 接近50个million 剩下了23个million 过期了 1到30天 然后 还没有过期的 是32个million 还没有过期是32个million 所以这个 过不过期呢 是截至它 出季报的这个时间 OK所以 来到现在 应该是 几个月后 OK 这个锅 这个数目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它的Trade Resolvers呢 又继续增长到 174个million了 所以 这174个million里面 还是 超过一半以上的 运缩款项 都是已经过期超过30天了 OK所以 这个呢 是Gintech 债务一直增加 因为它 做好 然后没有收到钱 可是它又需要钱 所以 来做资金周转 所以它就跟银行 越借越多钱 它的borrowing在过去几个季度是上涨的 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 近债务水平一直成长 OK 所以这个是Gintech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OK接下去 我们就来看 MPI 目前在马股 科技股里面 是指排 第3的 这个 Ossat公司 它也是Hong Leong Group旗下的一间科技公司 Malaysian Pacific Industries 所以它昨天出的业绩 610个million的营业额 是历史新高 稍微比上个季度 高了 半个million OK 高了半个million 然后盈利 80.49个million 所以营业额呢它的YY是成长 接近14个percent QOQ成长0.08个percent 然后盈利YY成长7.12个percent QOQ是下跌1.1个percent的 OK那么 一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 一个一次性的 盈归 OK首先 我们有 Impairment Loss 还有 Forex gain 所以 NPI的 Impairment Loss 跟Forex gain 在每个季度 都有 OK 尤其是 Impairment Loss在过去 最新季度还有过去三个季度都有 Forex loss 至于外汇呢 它在过去的五个季度 都是 Forex gain 所以在去年同样这个季度 它的 net profit 75个million 但是它里面呢 其实有8个million的 外汇盈利 所以我们把这一些 Impairment Loss 还有外汇盈利 扣掉的话呢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过去五个季度 它的这个adjusted net profit 都是在 80 million 到90 million 之间 然后最新的 就是 调整过后 最高的这个net profit 是在 Q2 89.378个million 然后最新的这个季度呢 是 84.169个million OK 那么NPI在过去三年呢 花了很多钱 来做 Carefax OK 花了很多钱来做 在 2020年 花了249个million 然后2021年花了 495个million 在2021 2021 对 这里是2022 在2022财政年全年 因为它最新出的季度是Q4嘛 所以2022全年 它所花的Carefax是729个million 那么 它一直买这些asset 买这些equipment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 就是 Depreciation 所以在 最新这个季度啊 它的Depreciation是 81.8个million OK 然后它的Depreciation 在过去 季度是一直上涨 所以在过去这些季度是 一直上涨的 然后 这边我做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个Figure啦 也就是说 如果它没有Depreciation 然后 然后 也没有这个Share Based Payments 的这个Expense 的话 OK 那么它的 那 profit会是多少呢 OK这个Share Based Payment呢 是公司给 员工去买股票 做这个手续的一个 费用 Share Based Payment 所以这个 Share Based Payment呢 在前两个季度 其实有13个million 的Expense 在这个季度呢 是有10个million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Share Based Payment 如果没有这个Depreciation 那么 NPI的盈利呢 其实在过去季度是 慢慢上涨 看到吗 OK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扩张 让它的这个Depreciation的Expense 一直上升 所以就 影响了 它的这个盈利 再加上还有做一点 这个Share Based Expense 所以就影响了盈利 OK 所以最后最后 这个Adjusted的Net Profit 是我 个人 给大家 有一个概念 OK所以是 扣完所有的 Imparement Loss Forex Gain Share Based Payment 还有Depreciation 所算的这个盈利 OK Net Cash NPI 一直以来都是很出名 现金多了 OK你看 去年同个季度 900多个million的Net Cash 然后它的Net Cash 慢慢下跌 最近这个季度 Net Cash 771million 所以你看到它这样下跌很多 但是你看它的Figure 它的Net Cash 还是有700多个million OK700多个million 所以 它除了用来扩张 它也用来买货 OK NPI的存货 在过去五个季度 都是上涨的 最新的季度的Inventory 206个million 营业额 它的这个营业额 612个million 已经是连续 第九个季度 QOQ成长了 OK 然后它的开销增加呢 使它最新这个季度的 GP Margin下跌 只有13.15个million OK我发现这个 Groove profit呢 是很多公司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Groove profit Margin下跌 那么 Prospect 里面呢 NPI是预计 这个operating environment 是会继续保持 Challenging呢 那么包括供应链 Inventory 通货膨胀 还有这个man power的问题呢 都会继续影响 公司的这个业绩 那么在 中国苏州还有上海的这个疫情管制令 会继续影响 它在苏州的工厂 因为NPI在 苏州是有一个 工厂的 然后预计2023财政年呢 会交出 Satisfactory的 表现 那么NPI在这个 昨天出的业绩已经是Q4的业绩了 所以它已经完成了它的 2022财政年 所以 2022财政年的 营业额是 2.4B 营利 营利 328.9M 所以它的 营业额跟营利是已经连续 三年成长了 成长成长成长 那么 2022营业额是成长21.5% 营利是成长21% 所以2022这个328.9M 来计算它的earning per share的话呢 就会是 1令吉 56 接近57 所以用 31块 来算它的pe的话呢 它目前的pe是 19.78 接近20 所以NPI在出了业绩今天早上呢是 一路下滑的 从33块呢 一路跌到最低31块 OK在我讲live 之前 它是最低跌到 跌破31块 然后有一个小反弹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对Gintech 还有MPI的分享 还有MPI的分享 那么如果你想要支持我 欢迎你继续我的YouTube Membership 有一个月5块 还有订阅10块的 如果你有意 在网上开个股票户口 欢迎你 PM我 017 39 260 020 欢迎你加入我所有的持续分享平台 包括我的Telegram channel Instagram Facebook group 还有我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like share 还有comment 我是Texa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